今天来跟大家聊聊维少 好久都没有聊维少 前几天维少把他自己的经验人解雇了 解雇之后这经验人说了这样的话 大概的意思 话里话要是阐述的观点就是 维少不是一个自知之明的人 他是一个看不清自己的人 我给你解读一下 大概的意思就是说 维少他还觉得他自己是联盟的顶级球星 他还觉得他可以签下一份顶心 他还觉得他出气之后 很多厨师会去追求的 他还觉得他自己身上没有任何的问题 包括前两天他的妻子发了一个小散文 说你不要因为别人的目标去牺牲自己 这话真是他妻子说的吗 说实话 我觉得这就是维少借他妻子之手 发出来的一个事情 一句话总结 到目前为止 维少根本就看不清自身的问题 我没有问题 这就是维少 有问题的都是你们 我是为了你们 我做出了什么什么样的一个改变 我牺牲了三分 我牺牲了我的工资等等等等 我挥不到原来 是你们害的我 对于这样的一个人 如何去评价 其实我觉得评价是没有用的 让他认清现实 下个赛季 看他签多大合同 他就明白 上个赛季 但得看过胡人半个赛季比赛的球迷 我相信你都不会维少说任何一句话 我上个赛季对维少前半个赛季 我还是比较支持 毕竟属于刚刚加盟胡人 给他一段时间的适量时间 以及调整的时间 经过小半个赛季的调整 最后发现根本就不是调整的问题 现在再为维少说话的那些人 我只能说你不是理智 我觉得但得一个理智的球迷 都不会夸奖维少任何东西 如果你说他出其率好 你说他精神可嘉 你首先你要庆服他 拿着4700万的高薪 联盟第二的高薪 我这么跟你讲 如果他给我这些钱 我精神更可嘉 我出其率 我都加班 我都得上 那些为维少辩解的人 为维少说话的人 居心何在 你们自己清楚 维少实际情况就摆在这里 他就是这样的 不行了 下滑了 很简单的一个现实 有球迷说 维少只是跟詹姆斯不合适罢了 出其之后他还会好时 首先第一点 他是不合适的问题 现在维少就是能力的问题 当你被三分线外放空 你投出一个三分站 当你被中距离放空 你投出一个三分站 当你空栏扣栏不进的时候 这些东西已经跟这个适配性 没有任何关系 这就是你个人身体状态下滑所造成的影响 如果彼此因为球权的问题出现一些问题 那是不合适 当给你球权 你抓不住机会 当你被放空 你打出一些离奇的表现的时候 这就是你个人自身的问题 有的球迷又说了 你把他放出去给其他球队依旧好时 那么问题来了 哪个球队会要他这样的一个表现的人呢 哪个球队会把所有的去问交到他手上让他去打呢 还有的球迷问 我说微少值多少钱 我说实话 现在微少这个情况已经不是钱的问题 咱们开局说了 微少是一个不认情自我的一个人 他就不说挣4700万 也就挣47万 挣47块钱 微少也是必须拿球吃球打的那个人 他这种风格 不去投篮 还得大量占用球权 防守还得需要别人去为他补的时候 就这样的一个人 说实话已经没有任何市场价值 不要觉得我说这个事情夸张 咱假设说现在微少是一个底心 给勇士你要吗 给熊鹿他会要吗 给热火他会要吗 给太阳他会要吗 要不送去树子眼看看 送到隔壁的绝金看看 送到隔壁的快船看看 你问问底心他们要还是不要 微少的问题不在于适配性的问题 在于自己身体下滑的情况之下 没有任何改变的问题 都说他有多努力 都说他有多好 但是他从来没有在自己投射方面 下过那么一点点的功夫 或者说多下那么一点点的功夫 有的说明我说 如果我们这个赛季不改变的情况下 得不到欧文的情况下会怎么样 兄弟我就实话跟你讲 就算占美都健康 健健康康三个人打一个赛季 也就是首轮 基本上就是首轮 微少现在给大家展现出来的 根本就不是自信 只是他自己的一个自以为是罢了 还是那句话 你现在还为微少说话的人 你还觉得微少没有问题的人 我真想问一句 你是看不懂还是装不懂 还是屈心何在 同样反问你一句话 二百六十万的底薪你要吗 我刚才看不懂 谢谢观看